欢迎大家回来 因为老师 bass啊在每一种音乐中 种类中像流行啊 还有爵士乐啊 都很重要 不管大乐团小乐团配置 因为其实你小一个场地 你还可以用很多东西来代替 那bass没有的话就变成 可能吉他手比较忙一点 他要顾一个bass line 或者是keyboard show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不是非常了解 bass的重要性 那老师你也有参加 谈一些像是小型爵士乐团 或者是一些流行乐表演 那你觉得在这样子的表演中 和你以前那种 比较学术类型的果乐团啊 果拳乐团的表演 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 最大的不一样是我觉得 他会让我觉得好像 我也是个诅咒之一 那因为在大乐团里面的编制 通常你的戏份 不可能有什么solo 这件事情 尤其是后来接触到的爵士音乐 那爵士乐 可以给你一大堆 对 一开始当然就是 你会有一些压力 就是好吧 那我这段主旋律完了 可能16小节 30小节 完了之后呢 可能是钢琴他solo一段 可能两四三次这样 全部走完了之后呢就换你 然后换你之后你就会不知道 不知所措 一开始 对 不过我也是 对 是要照着弹 还是怎么样 还是要先想好 那当然一开始 我们可以 现在网路很方便 我们可以去听一些音乐 或者什么 先想一下 我这个即兴的部分要怎么做 不过这个也还好是我们 我之前因为有 有学电子琴的关系 因为电子琴也是有一项就是 所谓的即兴的演奏 只是说你要回去先思考一下 到底要怎么演奏 然后可能在这和弦上面 要做什么样的变化 是不是才能听起来像一个 好听的即兴的片段 这个东西也是我后来 去Berkeley念书的时候 才真的发现 因为以前我们像 我们在管弦乐团 都觉得 你们音那么少 那么轻松 我们那么音阶那么多 还要练 那就你们在乐团里面 就都 都不会说是那种压力很大 或怎样 那我们一出来 常常都是solo独奏的 然后就一直没有注意到 到底bass他们的重要性在哪里 就因为你看 你连大体琴都有 都有独奏的时候 对 就只有double bass 根本很少 呃有吧 除非那作曲加自己本身是拉double bass 对 或者是他可能对double bass的 特别喜好之类的 那后来我是去 去Berkeley念书的时候 我们有些ensemble课 或是吉星课 我才发现 哇 bass吉星可以这么好听 就是他的那个旋律线 也是跟的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都有很大的不一样 对 有时候我真的会听得很进去 就是他的旋的变化 音色的变化 然后甚至你们有很多像有一些弹弹弦的那种 播法不同 它又可以造成很多不一样的音响效果 对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跟别的乐器的 就是那个吉星的那个音色的变化 它是比较特别 对 就因为比较少看到那样子的感觉 然后你就觉得这好很特别 那这个旋 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旋的那个震动的那种感受 而且你们一吉星我们全部都要安静 很多人都说你们吉星可以久一点啊 我要休息一下上个厕所 对就只要康平 就是一点点带一下特选 有的钢琴手还不太喜欢康平 对就是完全丢给你这样 对所以这时候就只有鼓手比较辛苦一点 对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一开始说真的 对于对于要吉星来讲我是真的还蛮紧张的 但是就是我觉得久了之后 一个乐器 越那个像这样子吉星的东西 久了 我就觉得说哎 其实慢慢的能够融会起那种知道 有一定有另外一个世界 对 那老师因为很多像你们科班的出来的老师们 其实他们常常都是还是会往比较古典方面走 或者是教学方面 你是什么原因会接触到爵士乐或流行这一块呢 就是一切都为了要生活 没有最主要我当兵嘛 在示范乐队 所以你接触到很多非古典音乐的领域 可能是流行也好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绝世 那后来当兵退伍了 然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去饭店表演 那饭店表演他的组合是钢琴 贝斯还有一个小提琴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绝世 但是他也不是这么古典 听音乐 对比较像流行钢琴 对 那所以那个感觉又不太一样 那演奏的东西是一些老的西洋音乐之类的 西洋老歌或是国台的老歌这样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 我们讲的一些小品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蛮有趣的 所以慢慢慢慢就 我就发现说 原来贝斯还有另外一个 不同于古典 或是不同于什么流行 而且可能也蛮好玩的 蛮好玩的 对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很有趣 说可以 还可以赚钱 对又可以过生活 对 那后来就慢慢的往这个方面 对 去 就进入了这个 专严 爵士乐 就 对专心的赚钱 对 那老师现在还是有在教学生吗 很少 教学 对很少 比较少 那 是因为学大奴贝斯的小朋友很少吗 我觉得是 最主要原因还是这个 因为我没有听过有 有成人 比较少 真的是很少说 哎我好喜欢 大部分都讲 我好喜欢小提琴 我好喜欢钢琴 我好喜欢长笛 我好喜欢吉他 我要学Sax 我没有说 哎我好喜欢低音大鱼器 多数的人喜欢 但是 这个乐器是多数人喜欢 但是不会去想要去学 嗯 对 因为真的是 对 你还要 想办法买一个 这么大的乐器 摆在家里 对 那膝带又不方便 对 三天也谈不好 这就是 刚才讲了 入门其实有点点 小小的困难 对 小小的痛苦 因为你按旋 其实那个旋真的蛮粗的 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那个旋 真的 这么粗 对啊 是不是像我们这种 比牙签还大 我们这种手指头就不太能 太细了 就硬练 你以后就会练到比较粗 蛤 所以学到贝斯手会变稠 有意思吗 不会就变得很可爱 不会就变得很可爱 天不辣手 那时候的全是天不辣手 所以接触了流行的音乐以后呢 就开始有一些爵士的一些 因为在那个地方表演嘛 所以你就认识一些人 那可能有些童年纪的 他想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组一个爵士乐团 就慢慢的开始接触这个爵士音乐这样 那当时还有啦 白天我还有在唱片公司打工 你还有这一段 我怎么都不知道 是流行唱片 是local的唱片公司 但是也算是流行的 我那时候是当制作助理 所以大概就知道说 原来录音室就是这样 我就觉得好有趣喔 真的啊 所以我还记得我第一次 到有名的录音室 就是白金录音室 我只去过一次 好像是拿东西去过代之类的 我忘记了 我那一次很有印象 是因为我遇到了 当时还在的张雨生 你有遇到过张雨生 我有遇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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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碰到她 哇 天哪 对啊 神耶 对那时候她在录音室不知道在忙什么 我刚好是从 因为录音室一间 一整层的录音室有好几间嘛 那我刚好看到她可能出来上厕所 还是干嘛这样 所以有看到她 那我印象很深刻 对 我不曉得你还有做过这个职业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流行音乐一直 对我来讲 还是有 就是一直接触啦 雖然没有很 好像没有全心全意投入 所以可能到现在一直 都是有段段 就陆陆续续 段段续续啦 应该这么说 段段续续会有一些 简单的编曲啦 什么可能都是 这么多年来不同 对不一样的 学习到东西的那种感觉 所以真的走过的路 不会白走齁 诶 不一定 应该是不是说 你也赞同一下主持人嘛 你现在走过的路 以后会不会用到 真的还不知道 对啊 对我们只能说 就是尽力 当下就是尽力吧 嗯 那 好 你喜欢 你喜欢你的乐器吗 很喜欢 哇 那真的是很棒 对 因为像我以前都说 我根本就不喜欢场地 现在当然是比较喜欢啦 现在比较喜欢啦 对 因为我工作很多种嘛 所以我每一样都觉得 他有他的一些 有趣的地方 我想音乐人都会有一个 moment是那种 你觉得 哇 这个感觉太棒了 就是那几 可能几分钟 你像我 我常常会在 某一些即兴的片段 你可能那时候听到的 你的钢琴手 对 你的鼓手 你的可能其他乐器 你的融合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觉得 哇自己太棒了 嗯 我还记得我好几次 那种感觉就是 啊 那总觉得好像 这一辈子走音乐这条路 好像 还好有这几秒 可以让我支撑下去 而不是只是纯粹的说 几秒支撑下去 对 那种成就感 应该是让我说成就感 对 其实是真的 就是 虽然不长 但是我觉得也够了 嗯 对 总是希望说 在很现实的这个金钱上赚钱 用音乐来当做这个赚钱的工具之外 有 偶尔会有这样子的那种成就感 其实真的是很棒 对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我们的工作真的是太棒了 就是你看 玩自己喜欢的音乐 是 我们现在招生吗 这也是应该的 等一下让你招生一下 对不对 然后又有钱啊 是 然后有时候还有东西吃 对 那而且真的演奏得很好的时候 还有人帮你拍拍手 对 有什么人的工作 可以做得好的时候 有很多人帮你拍拍手 嗯 请鼓掌 不可能 对不对 这时候要放一个音效 对 鼓掌的音效 就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那你如果说有一些 青年学子们真的会想要 学Double Bass这样的乐器 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 是劝退呢 还是 就是多听啊 我觉得这个乐器真的需要 除了练习以外真的要多听 因为这个 我现在觉得 Bass这个东西 它的领域实在太广了 对 而不是说乐器 或是说乐种这样子的东西 那你爵士也有分很多类型 那流行也有分更多 16bit要怎么弹 funk要怎么弹 电Bass这样子的pattern 而且你们跟那个鼓的关系 对 我觉得就是真的觉得就是 真的要多听 多听 我觉得技巧可以死练 但是你的内容 那才是没有办法学 可能老师也没办法教你说 这个内容要怎么样增加 当然你可以照有一些人 可能我们的即兴也可以写成 五线谱 每个拍子也可以写下来 就是那个 但是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味道 精髓 对 灵魂 没错 那个灵魂就好像就是谈不到 那个灵魂 有些东西 像我知道 像你自己也会有编曲 有做MIDI 很多东西好像量化 不太能量化 对 框台西以后就不对了 对 它就只有一点点晚 或有一点点早 大声或是就轻重这种东西 很难去用量化像是给你解释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弹得好 真的要多听 那当然我也是在 还在努力 对 我们都是一直在努力 真的真的 我想 那贝斯这样乐器可以让我们学到一样分好的东西就是 如何帮别人去做出好音乐 因为像我们长笛就比较少的机会是当伴奏角色 嗯 我们出来大部分 当然也有时候是 是 大部分都是主要的 那可是其实我们背后 有很多很重要很重要的 节奏组的乐器 真的是 你要学习如何去 凸显别人的好 这真的是一种非常的需要 嗯 修炼的功力 而且我觉得贝斯蛮好玩 它可以站在 像乐团 它可以站在 因为它乐器比较低音 所以它通常就比较后面 或是比较旁边 我觉得那个 然后又站着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很近距离的看到 这么棒的演出 然后可以看着大家 诶现在在干嘛 因为通常你不会太忙 哈哈哈哈 通常你的音 像我们大部分都在后面的 那个伴奏乐器都在我们后面 我们都在第一排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注意这个 诶现在的观众是在干嘛 还是现在的乐 那个在演奏的 这团圆的一些状况 其实我觉得还蛮蛮有趣的 有时候音 就是你像国乐的曲子 或是一些古典的曲子 它音有时候写的比较少的时候 嗯 其实那时候有时候 阿妈还蛮有趣的 可以很近距离看到大家 很忙碌的样子 对然后就看得太出 谁就忘记出来 就忘记 对又是 对又扫一小节 我们非常开心 我们这两周 请到庄家卫老师跟我们讲 这么冷门的乐器 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需要 许多人来把这些 这样子的乐器 推广给大家 让大家认识 那其实我们在认识乐器的同时 其实对于整个音乐的 欣赏的能力就更进一步 那世界也就更美好 那我们也希望 庄家卫老师之后 有任何的活动 也可以来跟我们宣传 让我们真的可以近距离 看到老师的演奏 好 没问题 这两周谢谢老师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